你好,欢迎收看台湾演艺,我是李珍珍 金马影帝吴康仁最近跟中国经纪公司签约 引发了台湾粉丝议论纷纷 也让多次坚定表态挺台湾的资深演员陈沐毅 再度被许多网友提起 陈沐毅在去年以电影《老狐狸》 拿下了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 在台上他一席真性情的得奖感言 被媒体封为史上最佳 也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关注 而事实上陈沐毅生性浪漫 高中没毕业就带着女友私奔 大学考了三次 最后进入台北艺术大学 才有机会接触演艺圈 而陈沐毅多才多艺 他写过的剧本得过优良剧本奖 演过的戏曾经摘下金钟金马两项殊荣 而跟女友认识两个星期就步入了礼堂 不过后来却因为丧气之痛 让她陷入了十年低潮 不过人生再次振作 她就攀向了巅峰 陈沐毅的人生犹如一场戏 今天的台湾演艺 就要带你认识这位 自称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陈沐毅 演戏你有喜欢吗 不喜欢哦 爸爸我很喜欢 年轻的 不然你说这位女友 一段时间 唱个八门 你真是不屈不老 二次一 第一 And Action 陈沐毅 老胡逸 带着招牌礼貌 演员陈沐毅满脸笑容 在掌声中上台 在电影《老胡逸》中 他精准诠释地主谢老板 夺下第六十届金马角的最佳男配角 为自己缔造从已以来的新高峰 一席包含真心的感言 让许多影业人员为之动容 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拍戏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相信台湾有全世界 最专业最敬业的剧 的戏剧工作人员 剧组人员 我们在现场像 朱华福山庄就帮我们撑闪 帮我们擦汗 帮我们吹那个声音永远比风大的电扇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灯光组 扛着一个比太阳还要重的灯 从你面前走过 场务组就冒着生命危险站在路口 帮我们挡车 挡人 还有叫狗不要叫 执行最神奇 执行真的很神奇 你知道吗 明明是一样酒吧 他把它开成F1这样子 载很多人来 载很多人走 载水 载便当 载饮料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没有什么道理 不认真地把戏演好 谢谢你们 谢谢 一席 感谢知情应言表 被媒体封为史上最佳 除了归功于老戏骨的底蕴 也因为陈沐毅平时就善于 体察周遭细节 与各种小人物 更在社会底层淬练过 我阿公是一个大财主 我阿公做硫磺 北投 我们家在北投 大概就可能从清朝 或是从什么时候 就那个 那个陈家家族 就在做硫磺 不然人家说 富不过三代 我就是印证 富不过三代的 那个第三代 虽然爷爷是财主 但大家族 关系并不好 1956年 陈沐毅在台北北投出生时 家境称不上富裕 他的父亲经常不在家 母亲为了维持佳绩 缝制女性内衣 在市场摆摊 双亲忙碌 对于陈沐毅的课业 采取放牛吃草态度 上学与否 端看他的心情 国中三年级时 陈沐毅经常缺客 幸亏天子聪颖 靠着在家自学 考上台北严平中学 但念到高二 陈沐毅就因为和教官 发生肢体冲突 被记了两大过 转学到桃园的自由中学 继续学业 他好像是从严平中学 那我是从慈修高中 转过来的 那就刚好 因为学校对我们都不了解 所以就把我们两个都一起放在 那个放牛班里面 韩国瑜刚好跟我们在 在高三 在那个班上是同学 陈沐毅是因为和教官打架被转学 自由中学一开始 认为他只是爱闹式的小混混 因此把他安排到放牛班 但一次英文课时 他的表现却让老师跌破眼镜 一名惊人 因为他的英语的发音 跟他整个的表现 让老师觉得很惊讶 老师就问说 怎么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个人 那后来陈沐毅就在班上 就一泡而红 大家就变成英文的小老师 他有问题都会去找他 第一次月考之后 因为我跟他成绩都还不错 那被老师发觉 那就把我们转到隔壁班 就是所谓的升学班里面去 陈沐毅头脑好 思想灵活 成绩一直维持在校内前三名 但学校制式化的教学 对他来说依然是种禁物 因为我们学校有个后山 那有时候课 学校的课有时候比较 觉得比较不是那么有趣的时候 我们就会跑到后面去爬山 他有一次那个 我们就已经准备要回去 他突然跟我讲 你带我回去 不晓得那些同学 老师 会不会都变成欧巴桑 欧吉桑 会不会像那个 浦岛太郎一样 一回去 他们整个都变老了 都没有人认得我 他就天生有这种 这种浪漫的 然后那个 充满想象的个性 高中毕业情绪 陈沐毅决定再浪漫一回 当时他和一名同学的姐姐 陷入热恋 在新北回龙一带 租了一间顶楼家盖的房子 作为爱潮 但这段恋情 遭到家人 使掌各方阻挠 陈沐毅决定 带着恋人 私奔到高雄 我们两个都在餐厅打工 在日台都有很多餐厅 有人在唱歌 但是我不是说 正经有多好投入 那时高雄也有美军 G.I.跟台北同样 我当时一个台湾的G.I. 你饿沙子 他就说你不错 来来来 他就饿沙子 我来跟他一起唱歌 全部一高中时 为了学好英文 曾苦练大量英文歌曲 正好在打工助唱时 拍上用场 赚来的薪资 刚好足够小两口 在高雄生活 但因为将多数时间 都花在打工上 陈沐毅应届大学联考失利 这段激情练曲 也随之变调 导致和女友分手 陈沐毅于是放弃重考 扶完兵役 便直接出社会工作 当时陈沐毅只有国中高中艺业学历 工作不好找 正好一名老板鼓励他重考大学 他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1975年前后 台湾的大学联考 录取率只有26% 但陈沐毅以同等学历报考 竟一举考上台大历史系夜间部 还因为成绩优异 拿到了书卷奖 后来英文觉得外文系美女多 依然决然参加转系考 转入台大外文系夜间部 然而他贪玩个性依然不改 学科大半不及格 还是惨遭二一退学 一业记录再贴一笔 直到1982年 27岁陈沐毅 考上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 也就是现在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 这一次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 那他很特别 他那个时候年纪特别大 我是应届进来的 他大我八岁 他在我们班上 人缘也很好 因为他是老大哥 他不会用他的经验去指导 说比他年轻的学弟和同学不会 他会用非常有趣的人生的历练 去讲述一些故事 只要他一讲话一开口 大家就开心 陈沐毅在北义大的班上 后来出了许多名人 包含演员罗北安 肖爱 但和多数梦想 走上星光坦途的同窗不同 他不想做明星 只想当个厉害的剧本写手 以前美国就很漂亮很漂亮的金发女人 我都玛丽联盟路 他谁没有嫁 他嫁给那个剧作家 嫁给阿神咪了 这个就让我心里面觉得说 他没有嫁给任何谁 他去甘乃迪的生日的时候 唱Happy Birthday President这样子 但是他是嫁给剧作家 那我为什么不当剧作家呢 对不对 开玩笑是因为爱美之心 才开始写剧本 但其实陈沐毅 一直对文学创作相当有热忱 念自由中学时 就曾模仿作家黄春明的笔触 练习写过几篇小说 他就有一天来上课 就带了厚厚一点稿纸给我 你看一下这个 他有自信 大概即使不敢说写得比黄春明好 但至少应该很接近 就是写周遭一些不为人所注意到 一些小人物的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想法 然后他们的处境 我觉得当时我们十七八岁年纪 他算是早熟了 陈沐毅这样的书写习惯 也延伸至后来的剧本创作 陈沐毅的剧本写得非常好 而且他对于人物的描述 有他非常独到的观察 他一直跟我讲说 学校毕业之后 他一定要成立一个 搞本土的一个剧团 后来他真的去弄 那个剧团叫做台北新剧社 他找了作家黄春明 他还找了这个唐美云 唐美云多红啊 他竟然有办法找他们来一起来合作 陈沐毅自己则亲自为台北新剧社撰写剧本 内容真编社会时事 也刻画小人物的故事 虽然成立没多久就无疾而终 但这段经历让他和戏剧的牵绊越来越深 毕业后他继续创作剧本 也接连演出多部舞台剧 磨练演出功力 不久后 当台湾电影圈掀起新浪潮 陈沐毅也搭上了这般顺风车 那时候就很流行三厅式的电影 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要为了前一代那种过于商业 过于样板化的风格 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他们才开始用这种大量的新的演员 所以你都会在很多作品看到 这一群北义大 现在北义大的这些学长姐们 不管是罗北安老师 或是米古拉 李永峰 甚至我们今天的主角陈沐毅 他们那一批 不管是同学或是后面的 那真的是非常多人都是成为 我们后来在台湾演艺圈的 算是一个表演的主力 1994年 陈沐毅获得演出电影《斗桑机会》 虽然戏份不多 演出的角色仅仅是主角的邻居 但却成功跃上大一幕 隔年他再度演出电影《热带于中》的重要配角 演艺事业渐入佳境 而陈沐毅也在这个时候收获了爱情 我认识她是因为 我表姐在林森北路开一家酒店 她在酒店上班 然后我 我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 那么有钱 以及那么费力 所以我就跑 我就只敢跑去找我表姐 讲事情 我喝一家酒 然后就这样认识她 然后 我就跟我表姐说 你认识一个这么好的女生 为什么不跟我讲 我们认识差不多两个礼拜就结婚了 陈沐毅的妻子来自韩国 个性温柔沉稳 善谨人意 不怕吃苦 婚后两个人生活虽然简单 却相当美满幸福 陈沐毅跟他太太到我家 以我家当一个蜜月旅行的基地 因为到处饭店都很贵 所以他就住在我家 然后我印象中 好像开他那一台破车 到处去玩 去西头玩 去日月堂玩 去埔里 好像有去河欢山 反正在那个年代 可以去这几个景点玩 都是最好的 蜜月旅行的景点 演戏之余 陈沐毅和妻子 一起在台北经营 韩式料理餐厅生意兴隆 两个女儿也接连出生 为了养育孩子 补贴家庭开支 他比过去更加辛勤的创作剧本 1997年 奉刺时下政治的 借我玩下 荣获行政院新闻局 优良定剧本 但陈沐毅接获得奖消息 还来不及开心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瞬间粉碎了 一家四口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